美国总统拜登的四日上教堂参加弥撒时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就连拜登做完弥撒 这些民众都还没离去 朝着拜登的车队夹道欢呼 拜登在支持者的期望下入驻白宫 而他上任后要处理的大事之一 就是疫情 本自外媒报道 有武汉肺炎变异病毒已从南非开始扩散 所以从30日开始 拜登将禁止近期到访过南非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以禁止近期去过巴西 英国 爱尔兰和欧洲26国的未及旅客入境 借此遏止武肺变异病毒在美国扩散 南非变异病毒的传染力增加50% 目前至少在20个国家被发现 虽然在美国尚未发现该病毒 但预防剩余治疗 而且担任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佛奇表示 他担心目前的疫苗可能无法有效对抗南非变异病毒 一旦该病毒进入美国 这将增加新一波疫情再起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已发现更具传染力的英国变异病毒 而当局宣称目前疫苗可以有效对抗它 另外当局25日将签署命令 要求所有飞机 渡轮 火车 地铁 公车 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上 所有两岁以上的乘客都必须佩戴口罩 防止疫情扩散 梅珠星 正好报道